我们和大家一起领略了大多贵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等海外馆藏的精美七七 那今天我们将走进我们的邻邦日本 去寻宗那里的唐物七影 七七在中国孕育发展 也广泛地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七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后 对日本自己的七七发展 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吕靖老师 带来《东营寻宗唐物七影》这场讲座 吕老师是东京大学的博士 现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他专攻先行秦汉史 东亚历史社会和文物学等 相信今天的讲座会非常精彩 下面我们就把舞台留给吕老师 大家感谢他们 各位朋友下午好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大家都知道 上海博物馆现在正在展出千文万华 中国历代七七 那么中国的七七在日本的情况怎么样 这就是今天那个讲座的主题 对于日本七七大家还是很有兴趣的 因为第一在当今社会把七七还作为日常用品使用着的只有日本一家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日本国的这个英文名字Japan 在西方的语境当中 它是七七的意思 就像咱们中国的China是那个瓷器的意思是一个道理 那么今天我讲的题目呢 就是东银寻宗唐武器 七叶的最早利用和七七的发明是我们中国 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 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 中华七七 失贿于我们九州大地的云云众生 也造福了我们周边的国家地区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受中华七文化影响最深 后世发展最有成就者 非日本莫属 那么在日本走向七七发展的道路上 咱们中华七七起了怎么样的作用呢 这是今天要讲这个讲座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就是我们在盘点中华七七 这个这个精美宝库的时候 我们还有哪些精美的宝物 是留在国外的 那么通过这个东银寻宗我们也有所了解 所以今天呢我主要讲四个问题 四点 第一个就是日本早期对中国七七的接触和接纳 日语呢叫做这个寿容 寿是接受的寿 这个容就是容内容的容叫寿容 第二呢是专门讲一讲就是中国的唐代 在日本叫做天平时代的那个咱们这个中国七七 在日本的存在情况 第三就是连 连仓 丁时代的中国七七的盛行 第四 就是给大家梳理一下 今天中华七七在日本的收藏情况 好 现在我们讲第一个哈 呃 在讲这个中华七七在日本的这个传播情况的话 先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中国七七和七工艺的三大高峰 那么可能各位都已经知道 在距今七八千年前 长江下游的居民啊 熟练休息 我们已经从很多的考古材料得到了证明 像浙江 于瑶的河牧渡 嘉兴 跨古桥 还有梁祖村啊 还有江苏的苏州啊 常做都有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那个七七的那个发现 那么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的腹地经过了五六千年 平稳的环境的发展 在距今两千四百年前 也就是战国秦汉时期 咱们的七七至左 齐风抖起 那么就是说在中国那个灿烂的青铜时代 接近尾声在骚遥 骚遥致辞 还没有大规模开启的这个一千年当中 用刀具 用漆液来制作七七的 这样的一种漆器呢 已经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这个战国秦汉时期的漆迹 那个品种繁多 工艺精巧 种类也特别多 数量也特别多 成就了中国漆器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那么比如像卷制 加注 彩绘 锥化 金属 扣制等等 这样的一些漆工艺 都是在战国七七时代 发明成熟和发展的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是唐朝 就是七到九世纪 中国的唐朝 这个七七创新 创作了那个杰出的工艺 特别举世 文明的就是那个金银平托啊 罗电 这个镶嵌 等等 这是中国漆器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第三个高潮 就是十世纪 一直到清朝的中期吧 这个就是 宋元明清漆漆 再创高峰 特别是中国的雕漆 呛金 欠宝等等 这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那种 这个七供应 咱们中国的七七 这个在全世界的 这个物质文化的发展史上 是独 这个 这个独创一致的 那么随着航路的开通 朝贡外交 人员移动 和日常需求 中华七七向域外传播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从战国开始 一直到 这个近代吧 近代社会 我们往东线呢 是往朝鲜 日本传播 南线 越南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这个都是有非常好的发展 北线是到蒙古 这个西线呢 我们仅从那个两汉时期哈 就是西汉 和东汉 最远我们可以达到阿富汗等中亚诸国 给大家看一个这个食物 这个食物 这个这件东西呢 就是那个现在那个黑海北部 克里米亚半岛西南的乌克兰境内的 斯基泰那个贵族墓地发现的 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精美的一个漆气的那个 漆气的那个漆气 漆 这个我们两汉时候的那个漆气 已经传播到那么这个遥远的西部 进入到大航海时代 那么中国的旗币 像欧洲 美洲 澳洲等地啊 都有非常大的那个那个 传播和发展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 日本受到中华 七文化影响最深 后世发展 最有成就 这一点呢 就是今天我们想给大家来谈的 好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哈 第一部分 在讲中国七七 对日本的影响之前 想给大家来谈一谈这个 日本早期对中国七七的接触 和这个接纳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可能在接触中国七七之前 我们来讲讲日本本土的那个 七七的一些情况吧 第一 关于日本本土最早的七和七制品 我们从大量的考古发现 其实日本在距今六千年前 日本本土是自己有自己的那个七七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哈 距今五千五百年到五千三百年的时候 在福井县的这个若霞丁的 苗邦备种遗址 出土了大量的这个日本自己 这个土著居民哈 这个制作的七七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日本式的合适的那个梳子啊 长头发一盘 然后这个一插 这一张是那个黑白照片 其实呢 它的这个原本应该是修了红漆啊 珠漆 这个上面像一个牛角一样的 是露在外面 下面有尺的 一根根尺的是 插在那个头发里面 那么这个插在头发里面 那个尺上 其实也修了红漆 这一点就是这个色影比较好的 这个也是在同一个遗址当中 发现的一个神文时代的七绘波 就是一个波啊 一个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五腕 一样的一个容器 它是修的珠漆 然后用黑色的那个花纹啊 描绘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哈 在1995年 在东京都的这个比较西边的哈 这个多摩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在这个建造那个都营的那个住宅啊 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 这个那个廉价廉租房啊 在进行住宅建设的考古调查的时候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下载部遗址 这个里面发现了什么东西呢 大家看一下哈 有很多的这个奇迹作品出现了 这一件是什么呢 这一件是一个勺子 这是七徒的勺子的一个长长的丙布 这个丙布是这样的一种造型 大家一看心灵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哈 呃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很明显呃 呃表现了这个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信仰吧 一种崇拜哈 这个人口繁衍 子孙繁多的这样的一种崇拜 那么同样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移植里面 有因为他是要有建有有那个住房嘛 住房下面要打桩 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几百根的木桩 而这个木桩当中非常有意思的是 七十根木桩是七数 这个通过现在的检测是七数 而且在这个七数这个木桩上 呃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这样一道一道的刻痕 这是什么呢 这是日本人采七的一个这个惯有的做法 日本人采七就是在那个七数上 咔咔咔 像画一二三的这个三字一样的 呃 这个是日本歌器的一种传统的 固有的一种做法 咱们中国人歌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我想在座的好多的朋友应该知道 咱们中国是V字型的 是V字型的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遗址当中 发现了有七数 有那个四十三根的那个七数 桩上有这样明显的歌器的痕迹 还有很多的七数的这样的制品 很明显这是一个呃 七七的做法 采七的一个七源 应该可以肯定了 那么在呃 最近啊 有日本学者 把那个在神文时代 这个出土七七的这样的一些地点 做了一张这样的地图 那么可以说 在呃 日本海 左边是日本海啊 右边是太平洋 在日本海沿岸和东边的东部的太平洋沿岸 北边的那个北海道 一直到南边的那个九州和那个四国 啊 这个九州和四国都有那个七七 出土的 所以说对日本原住民来说 七物不是陌生的外来物 而是神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更可能是他们精神信仰表述的一个物质载体 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有所了解 嗯 神文时代的日本的七七自作 是否与大陆世界的中国有关 目前我们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据 但是在日本进入到弥生时代和古文时代的时候 这个日本的七制品明显受到了中国和朝鲜的影响 我们也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啊 这个高支县啊 高支县的一个这个居德遗址当中 我们发现了一个七七的一个容器盖 这个盖呢是黑漆尾底上面有珠汇 在左鹤县 左鹤县也是在日本最西部啊 接近中国大陆的那个地 最接近中国大陆的一个地方 呃这个吉野之里的一个遗址当中也发现的 容器盖也差不多 那么这个反映了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时代 这个日本出土的一些这个七七的话 它的那个七的色调 什么意思 日本本土的话 基本上都是红颜色 基本上都是红颜色 而红黑加在一起的 这个就是跟大陆就比较接近了 特别是他们取的那个黑色颜料是什么呢 是燃烧松速 呃松松速 然后呢呃燃烧以后这个松烟 松烟把那个松烟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放在那个七叶里头 这种获取黑色这种颜料的这种方法 跟咱们中国是如出一辙 是一样的 不管是那个七的色调也好 文饰也好 技法也好 日本的这个时代的那个七七 跟咱们楚国的七七 汉代的七七 普世 这一点值得我们这个关注和深思的 这是一点哈 还有在日本这样的一个时代呢 这个家住这样的一种那个七七的那个工艺制法 呃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 有非常多的这个使用 举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时代哈 日本的虎坟时代 呃贵族的那个棺材 贵族的棺材不是石棺 也不是木棺 而是用筑麻一层一层 就是按照那个七的那个家住工艺的做法 这个这个这个制作的一种 这个这个家住的棺材 呃日本著名的圣德太子和圣武天皇的上官 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筑麻 二十层到四十层的麻布 这样这个那个做出来的 然后呢呃外部是修黑漆 内部是修猪漆 这种呢就是家住官的出现啊 啊这个受大陆的影响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 我们来讲讲就是在今天啊 日本这个国内 日本的这个本土呃保存的那个家住的仪品 那么在这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家住工艺 家住工艺呢就是用木和泥做开心 然后呢用漆灰和生漆调合成粘着剂 然后一成筑麻布腹一成漆 一层层这个刷贴在这个胎体上 等那个胎体那个干固成型以后呢 把泥或者把木把它拿走 呃然后再使那个是那个修器 那么这样的就家住胎就就请家住的这样的一种呃 这个工艺就完成了 那么家住的工艺呢呃 咱们战国时代出现到了两汉六朝 到了唐代呢 这个大盛啊非常盛行 家住有两个特点 一个呢就是你要做一个器 一个非常庞大的器 你用泥胎也好 用木胎也好 用青铜也好 各种做起来都是非常困难 但是用这个七七的家住 家住这样的一种工艺 可以做你想多大 就有多大这样的一个器物可以可以做成 这是一个第二个 就是非常的轻啊 非常的轻 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件呢 是我们中国在那个储木里面 出土的一件 这个到现在为止是世界上 存在的最大的一件家住器 这是一个水舰啊 大舰应该是放水的 应该是放水的 它是1920年在河南辉县出土 然后呢呃 经过多处辗转 1933年经过北京以后 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 现在呢 这个这件东西呢 是属于那个大舱集团 大舱集团所有呃 这个收藏在大舱的吉古馆 大舱集团 我们上海人应该呃 不太陌生 呃 老景江对面的花园饭店 就是大舱集团的这个这个产业哈 那么呃 两年前大舱集团 在翻修 所以这件东西 现在是被借载在上野的 东京国立博物馆 如果在座的各位有机会 这个追进去 这个日本去东京的话 可以一睹 他的这个这个 这个征严哈 嗯 他的珍贵 就是在特别的大 你看他的直径 有1米38啊 1米38 他的那个高度 有50有一个 这个两三年级的这个小学生 这样的一个高度 这是一件非常有名的 这个家族企 还有一件 大家也是知道的 这个就是咱们的那个 建征和尚的那个坐像 这个坐像呢 现在这个 是在那个奈良的 唐召提寺啊 的那个玉影堂里头 大家都知道 这个建征和尚 这个到日本 这个六七百六十三年 元纪以后呢 他有两位弟子啊 非常的思念 追念他的老师 所以呢 就是制作了 他的一个 这个 呃 元纪时候的 一个一个像 一个坐像 然后呢 有唐朝的 有中国的 日本的 和高丽的 三国工匠 大家合作 做了这么一个像 那做了这么一个像 呃 这个是家族台 这是一个家族台 刚刚呢 我们讲了一下 就是在 这个 比较早期的 日本 那个 七七的一些情况哈 那么现在我们讲 第二个部分 寻觅 寻觅天平时代的 唐屋 七颖 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把时代给大家 梳理一下 刚刚讲了 呃 什么神文时代啊 这个 彌生时代啊 古文时代啊 我们把它和中国的 那个 曹代 年代 对一下 神文时代 就是 呃 公元起 就是 公元前 九千到八千年 到公元前三四起 咱们中国的 先秦时代 之后就是 弥生时代 相当于 战国和 两进 啊 战国自两进时代 古文时代 相当于咱们 中国的 南北朝时代 呃 飞鸟 奈良时代呢 相当于咱们的 隋唐 隋唐 平安时代 相当于唐到 北宋 呃 连仓 诗丁时代 相当于我们 南宋岛 元明 这个之后 就是江湖时代啊 还有就是 近一代 呃 晚清民国 好 这个 我们进入到 那个第二个阶段啊 六世纪的日本 接触了大陆和 朝鲜半岛带去的 先进的文化 他们看到了 大陆世界 这个隋唐 这个文明和强盛 啊 自己也决定啊 要有 一个统一行动啊 要把这个 这个散在着 部落 小国 把它统一起来 开始走向 那个强国 那么日本走向 强国的行动步骤呢 非常 这个明确 他们主要的国策 就是主动于中国 展开外交 全面模仿中华制度 和学习中华文化 他们的那个途径 就是 派出潜随史 潜唐史 潜唐史啊 潜唐史的话题 比较多啊 这个 很多人都进行关注 那么 去年的这个时候 陈改革导演 有一部电影啊 妖猫传 对 妖猫传里面 涉及到这个 空海 和这个白居一 之间的友情啊 等等啊 各种的事情啊 有真实的 有一些这个 附会的 等等 但是呢 我们觉得 这个潜唐史的 很多的事情 现在还有待发掘 特别是今天 我们讲到就是 中国七七 到日本传播 很大的程度上 跟那个潜唐史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还得 关注潜唐 潜唐史啊 那么潜随史 和潜唐史 是什么呢 是日本社会 精英中的精英 这个日本的高层 派出他们的精英 到中国来留学 到中国来学习 嗯 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首次 这个派出的 这个 还在随朝 是吧 叫潜随史 那是公元六百零七年 圣德太子 派遣了那个 小野妹子 到随朝 圣德太子 是日本文化 这个古代文化的 这个电影纪人 创始人啊 在日本 有很高的地位 我现在给出到的 这一张照片呢 是过去日本 这个一千元 那个纸币 纸币上的一个图啊 这就是 圣德太子 现在那个 这个 奈良的法龙寺啊 就是 那个 圣德太子的 那个 专寺的一个寺庙 那么 小野妹子呢 小野呢 她是那个 那个日本 那个 显贵啊 贵族 小野妹子 她是一个 非常著名的 一个 那个外交家 那么她到了 那个 隋道 两次到隋朝 那么前唐使 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他们主要的 这个目标 非常明确的 就是要学习 中华历令制度 学习中国的 治国方法啊 这个 把它学回去 带回去 然后呢 他们是融入到 唐的前朝内府 唐代是非常开放的 一个社会 他能够接纳 那个日本的 和这个 朝鲜的人 在这个 这个朝廷里头 做官 啊 这个大家 也都会知道的 呃 这个 这些前唐使呢 这个 交友文人默克 体验汉字诗文 寻访这个 明武 这个圣迹啊 那么 他们 带回去 很多东西 呃 除了那些 这个国家制度啊 以外 他们对这样的 一些东西 特别是 汉文书籍 佛经卷 佛像啊 这个 罗电 近期 玄清 呃 这个 锦枝锦 尸丑 呃 这个 这个 世若 至宝啊 把它带回到 那个日本 那么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个 天平时代哈 就是 这个 咱们的 这个 唐 这个时代 呃 有什么样的 这个 唐代的 漆器 呃 在日本 现在在日本的 些什么地方 呃 先讲第一个哈 正苍苑里 原汁原味的 唐漆物 往来于唐日之间的 前唐室啊 商人啊 他们有机会 在那个唐代的 西子东西 这样的一个 市场里面 就获得唐代 最精美的工艺品 和美术品 那么 美人美奂的 唐代的漆器 是他们 这个猎获的 最主要的对象 可以说 奈良时代 是中华漆器 第一次 有规模 这个 有规模的 进入 这个日本列岛的时期 那么这些 前唐室啊 或者是那些商人 得到了这样的一些 这个精美的 这个 这个唐代的 工艺品 美术品以后呢 很多呢 他们是献给了 卷献给了 那个天皇 那么 那么 这里面 这个 这里呢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 郑昌苑啊 这个郑昌苑 大家都知道 郑昌苑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是一个 寺庙啊 东大寺的一个 仓库 它长成这个样子 是个 甘蓝石的结构 上面是个 落大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屋子 它的内部呢 是这个样子 郑昌苑有 三个仓 这个南昌 中昌 北昌 现在当然都是 这个几万件的 那个宝物啊 这个收藏在 那个地方 那么郑昌苑的 行程呢 跟日本的一个 天皇和一个 皇后 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天皇 就是我们今天 要讲的 那个圣武天皇 圣武天皇 它在位二十几年 这个天皇呢 有很大的 那个特点 它酷爱 唐朝文化 那个衣食住行 这个行动起居 都一概的 模仿唐代的贵族 所以它收集了 很多的 那个唐代的 这个精美的东西 那些前唐使们 回来 也把那些收集的 这个精美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捐献 捐赠给他啊 或者敬见给他 那么 他在这个 七百五十六年 他死了以后呢 这个 他的皇后啊 这个光明皇后 他说 目睹 这样的一些 这个 这个天皇的遗物 他会每日啊 这个 这个很伤心 所以与其这样 还不如就是 奉献给 这个唐 那个 东大使 奉献给东大使 所以呢 光明皇后 就把天 把圣武天皇的 所有的 依赖物 再加上 他自己的父亲 是藤原宫 这一些东西呢 就全部都捐献给了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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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仓院 东大使的正仓院 那么 从此呢 这个 正仓院保物库呢 就开始了 收藏天皇 和全国各地 捐献来的 保物的历史 啊 这个 正仓院的成立到现在 已经一千两百九十多年了 那么 嗯 有句话说哈 这个 要看中国唐超的东西 去正仓院 这个 它的来源呢 就在这里 那么要说啊 正仓院保物当中的 唐代的漆器啊 无论是正仓院 收藏的数量 还是品质 都不会是 正仓院保物中的 翘楚 嗯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 欣赏几件 这个唐代的漆器啊 保存在 正仓院里头的 这个唐代漆器 嗯 这一件啊 叫做平螺殿 背八角镜 收藏在这个 北仓里头 这一件呢 是去年 这个 正仓院特展 就是日本的 那个第七十回 正仓院特展 里面的一个 正展之宝 正展之宝 呃 在正仓院 这个展出的 那个七十 七十次当中 这一件呢 这个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 那么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哈 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铜镜 啊 是一个铜镜 它的正面 它的正面 就是光滑的 光可见人的铜镜 它的东西啊 乾坤就在它的背面 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呢 是它的背面 那么从材料上来说呢 这个白铜 是它整个这个这个 这个青铜镜的 青铜镜的一个主体 呃 然后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 有罗贝 戴帽 琥珀 呃 绿松石和青金石 那么多的这个宝石哈 我们从它的工艺上来说呢 它是一种典型的 七七的 嵌罗电工艺啊 嵌罗电工艺 呃 把那种 什么叫嵌罗电的 罗电罗电 就是 这个这个 罗就是 罗贝哈 呃 电是一种金属哈 一种金属 把那些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 比较细部的一个 一个结构哈 就是把那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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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光罗啊 这个罗贝啊 把它这个 这个切割下来 然后剪成各种各样的 那个图 图像造型 呃 然后排列 粘贴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呃 圆 圆上面 而且 在这个 在这个 那个 罗片上面 还用那个 这个追刀 刻出花纹 像这种 这个鸟的 飞鸟的 这个嘴绘啊 这个眼睛 羽毛 还有这些 那个花瓣 花瓣上的花金啊 叶瓣 全都经过 那个精致的雕刻 我还请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看到这些 黑色的花纹 其实它不是脏 它是黑色的漆 它故意要表现出 这样的一些 黑色的线条 还有一些 是 呃 没有这种 这个 黑色线纹 但是我们明显看到 它是有那个 凹凸的 那个线刻的 这个就是一般的刻 这个呢 就是有 黑线的刻 是工匠 是有益而为之的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 在罗电上的 刻 它的那个做法 也是非常的 那个精致 非常的 那个 有益将 这样的一个 味道的 在这一件 这个 平罗电 那个八角钉当中呢 有三个看点 提醒大家注意哈 第一个看点是什么呢 这个是铜 是白铜 它的铜的那个 这个比例 大家要注意 铜的比例 百分之七 是西二十四点六 千是四点七 这种铜 这个这个 这个青铜镜的比例 是咱们中国 从汉代到唐代 青铜镜当中的 一贯的 这个标准的配比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在这个 青铜镜里面 按照现代的 科技检测里面 没有 生的元素 为什么要这样说 通过这样的一种 科学的 这个检测 我们可以 百分之一百的 断定 这一件是中国的 原汁原味的 糖槽的东西 是中国大陆 制作的东西 因为 如果在日本 制作的那个 青铜镜的话 或者日本的 那个铜器的话 青铜器的话 都会有生 这样的一个元素 这是一点 第二个看点呢 就是平螺垫的工艺 平螺垫的工艺 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 所有的 这些宝贝 宝石 这个 全部这个 贴上去以后 再修以后 它的整个的 表面是平起的 这个叫平螺垫 这种工艺 平螺垫的工艺 再加上 这个 背标献刻 这种是典型的 咱们中国的 那个 螺垫 嵌螺垫的工艺 那么 由此可见呢 这一件 真的是咱们 唐朝的东西 还有一个 看点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它的那些 这个宝石的 那个构成 叶光螺和戴茂 是出自中国南海 琥珀 是出自缅甸 青金石 是阿富汗 和这个伊朗 绿松是 这个就是土耳其 是出自土耳其的 那么 在 这一件呢 是郑昌苑里头 郑昌苑这样的一种 镜子 一共有五十六面 这是最具华丽性 和世界性意义的 那个郑昌苑的宝物 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要说 原汁原味的 唐朝 的东西 因为在 郑昌苑里头 或者在日本 散落在日本的 其他各个地方的 好多的 东西 有的是 日本的工匠 或者日本和 高利国的工匠 或者日本 中国 朝鲜 三国工匠 仿唐的东西 制作的 所以有的叫仿唐物 还有的就是 这个唐代真正的原物 这个呢 是不一样的 我在这里 再给大家看一件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一件呢 也是现在 这个日本私人收藏家 千石为斯 他收藏了一个铜镜 整个的那个材料 这个工艺技法 形制等等 跟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个这个 苹果店 那个背八角镜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大家明显可以看出 他的那个破落 这个青铜也残破了 这个罗店也破了 这个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 散落在外面的 和收藏在这个 郑苍苑的 这个文化遗产的 这个完全不同的 一种结果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仅对那个 不禁对郑苍苑 对文化遗产 这个保护立下的功勋 要点个赞 1290多年啊 这个郑苍苑的 代代的守护人 守护着这样的一种 世界文化遗产啊 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郑苍苑去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件哈 也是一个真正的 唐代的东西 唐情 金银平文情 唐情现在这个 号称唐情的很多哈 是不是真正的 唐代的东西 大家这个都是需要 进行一个科学检测 和我们通过历史的 文保的各种研究 才能断定的 这一件呢 金银平文情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材料呢 是铜木胎 然后呢 然后修的是贺棋 然后这个 平文情的这一个啊 这个琴头的 这个叫林月 和琴尾的 这个龙吟 这两个部分呢 是紫檀 是紫檀相见的 还有就是金银薄片 这一次呢 我们给大家主要讲一下 那个金银平脱 这样的一个工具 这是唐代琴尾 最典心啊 最杰出的一个 一个 那个器 什么是金银平脱呢 就是在 就是在漆面上 这个修漆以后 把那个金片 或者银片啊 很薄的金银薄片 这个切割成 一定的那个图案 图像 然后呢 贴在上面 然后在整体 涂漆 并盖住金银片 最后全体打磨 使表层平气 显出金银的光辉 这个做工 还是相当的复杂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琴头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图案 这是一个 这个用金薄片啊 金薄片这个 这个表现的一个 这个 像竹琴七弦那样的 一个影视的 这样的一个风格 树下林间 有弹琴 最左边的这个老者 在弹琴 上面这个老者 在拨那个软弦 右下的这个老者呢 拿着一个洗脚杯 在喝酒啊 然后上面两个 是那个 骑 骑凤的 那个飞仙的两个人 还有一些 鲁雀呀 锦基呀 三月花草 这是一个 这个金平托 然后呢 他的这个 这个琴的背面 这些 我们今天看看的 是白色的 其实有点发黑 这种东西呢 它就是银平托 啊 这个 这个金色啊 金片 金子 却是玉万娘 还是一一发光 这个银的话 不擦 它就变黑了 那么背面呢 它是银平托 而且这一件 那个金银平文情 在他的那个凤枣 这个抠出来的一块呢 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 如果会弹琴的朋友 应该知道 这个是凤枣 凤枣里面有文字 有墨树 叫做 以害之年 那么推算下来 应该是唐开院 23年 这件东西呢 呃 记录在这个 这个正仓院的 那个 这个保物清单上啊 他们有那个 那个账单的 账清单的 叫国家珍宝账 当中 这个记录下来 嗯 其实日本的唐琴呢 还有 咱们唐代的唐琴呢 还有几件啊 这个在日本 比如说在这个 还是正仓院吧 国家珍宝账当中 啊 还有一件银平托 在今天的那个 东京国立博物馆当中 还收藏了一件 来自法轮寺的 国宝纸的 那个文物啊 也是一本七旋情 它是一个黑漆的 嗯 因为也有末字的 也有末书 是唐开元 十二年制的 那么这个是那个 金银平文琴 关于金银平托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件 这个非常 这个珍贵的 东西 这个大家也不陌生 也是郑昌院的 郑昌之宝吧 这个在郑昌院特展当中 无数次的出现 两年前 这件也是作为 这个特展展出的 这个呢 叫七湖品 七湖品哈 这个大家觉得是一个 什么材料制 看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么 我跟大家说 其实它是木片 是木片 这个制作 它的材料呢 就是木片 银片 银链 银链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然后 这一件这个 这个东西呢 这个整个造型 就是西亚的这个草原 草原风格的 西亚 沙山王朝风格的 一个水平 可能放水 可能放酒 这个 但是 它这个千军万确 是唐代的 那个这个制品 唐朝的制品 什么叫圈叠呢 它是长长的木片 然后一圈一圈叠起来的 一圈一圈叠起来的 所以呢 非常的轻 整个重量 只有七百六十克 只有七百六十克 在那个国家增宝藏当中 记说 漆 胡平一口 银平拖 花鸟行 银系锁链 系鸟盖头 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整个的 就是那个木片 圈叠制作的 然后 这一个饼 是那个金属的那个饼 然后 那个鸟的 那个就是那个水平 的盖 是一个鸟嘴 从这里一直到那个 把手的这地方 是一个脉碎的银链 脉碎的银链 所以做工是极其的精致 这个给大家看 就是通过X荧光线 这个表现出来的 这个就是银平拖 在这个这么一个圆圆的 这个球体的 这个水平的这个上面 全部都是布满了 这个那个银片 这种花纹 这个草啊 唐草啊 这个青鸟啊 都是典型的 那个唐代的 那种这个设计 刚刚我们讲了那个 曾苍苑的一些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佛寺里面 咱们中国唐代的东西 的一些踪影吧 七世纪以后 佛教进入到日本 那么向中国求经书 学佛意 是他们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向 是日本社会的当务至极 那个 大家有没有知道 那个建征大使啊 这个六次 这个六次 那个度日 五次失败 最后还这个双目失明 还被那个风啊 这个吹到了那个海南岛 但是最后 到了这个 还是这个度日成功 大家有没有知道 建征大使去日本 他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他是被日本天皇 就刚刚我们讲的 那个圣天皇要求 邀请 去为他们日本建 创建国家性的 僧侣受戒制度 就是说日本 他要佛教立国 佛教建国 那么他要有那个僧侣 僧侣怎么样 僧侣之所以成为僧侣 他要名正言顺 怎么给他授予 这样的一种制度 他是需要唐的那个 这个 这个 大师 来进行那个创建的 所以呢 建征和尚 其实他是担负了 这样的一种使命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知道 随 建征大师 一起到这个 日本的 除了那些 佛 那个佛学人员以外 还随传了 有很多的那个 唐人工匠 可以去为日本 建造那个佛寺 可以为日本 在这种佛寺里面 这个制作 那个佛造像的 在那个建征 这个东 这个东渡的那个传当中 有很多的那个 佛造像 就这样是从那个中国 带到了日本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 药师 如来 立像 现在是在这个奈良的唐召提斯的一个新馆 叫做新宝藏馆里头 这个展出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件是典型的那个唐代的东西 它的材料呢 是木苔 但是呢 大家不要以为 整整的是一根木桩雕出来的 它是空心的 是木雕制 然后木星从立像背后取出 如果你去参观的时候 可以看到后面是空心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艺术的那个表现 这一件那个如来立像 这个佛头部比较小 身体部分显得这个宽广啊 很有体量 然后呢 是高腰 它的那个面部是个比较沉浸的 这个微笑的 很有张力的 最精彩的是它的衣纹部分 衣纹部分 这种丝绸的那个重力感 这个表现的唯妙唯小 衣服的衣纹的那个刻纹 极其密集 特别是那个衣服啊 过了这个膝盖以后 极速的散开 极速的散开 可以体会到一种密集和扩散 这种非常强烈的对比感觉 这样的一种 这个人物的表现方法 就是典型的唐造像的风格 还是在那个唐造提示啊 还有一件 纵宝王菩萨像 也是木胎 也是木胎 这个制作 跟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钥匙如来 是一样的 这个微笑的脸容 和它的那个眼眸啊 特别的那个细长 这个薄质的那个丝绸的衣服啊 除以盖在非常肥肥的啊 这个肉感的那个身体上 特别给大家要强调的是 这一尊那个佛 那个菩萨像 是日本香川县 郑花寺里面一个 菩萨立像的一个范本 一个样本啊 就是唐代的那个工 就是日本的那个工匠 这个在日本本土 也制作了相当多的 这个那个这个佛造像 它是要有教科书的啊 它是需要有教科书的 像这样的一些东西 就应该是这个教科书 刚刚我们讲了这个天平时代的一些唐代的那个七期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连仓 世丁时期唐物盛行 第三个部分 连仓世丁时期的唐物盛行 那么首先哈 连仓世丁是什么样的时代 连仓世丁呢 是武家支配天下的时代 在日本分得很清楚 一个是武家时代 一个是贵族时代 这个在这之前 耐亮时代 天平时代 平安时代 它是贵族时代 那么一一九二年 袁赖朝在那个连仓开幕府 从此开始了七百年的那个武家历史啊 一直到那个明治维新啊 这个推翻了到幕府为止 那么呃 所以说呢 这个武家这个 这个拥有了这个极强 非常强大的那个政治势力和社会势力 这是第一个方面啊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在十二世纪 十三世纪 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怎么说呢 呃 那个时代呢 就是差不多是咱们中国的宋代 宋代的时候 我们的农业这个生产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种下去什么 能够得到很好的收成 呃 这个是我们那个农业这个进步 那么这样的一种呃 农业的那个生产技术 呃 先进的技术呢 向那个朝鲜半岛和日本传播 他们学会了这样的一种做法 所以呢 在日本的这个农业发展呢 比较发达 所以他们的庄园经济 有了很大的发展 庄园经济发展 有了顺余的那些粮食以后 就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那个连仓和士丁士奇呃 就形成了一个这个手工业发展的一个中心啊 京都和那个连仓手工业发展的中心呢 就这个时候成立的 这个时候成熟的 我们今天讲这个日本啊 工匠精神呃 这个如何的这个这个被大家所肯定 那么这种工匠精神的源头 其实就来自于这个时代啊 这个时代 京都啊 这个连仓啊 这个手工业非常的发展 手工业发展以后 就促进了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发展呢 就是要跟中国进行这个贸易啊 跟中国进行贸易 有一点可以跟大家说明的 日本社会啊 这个时候社会的那个商品经济发展 他们用的货币 他们自己国家日本是没有货币的 他们是用中国的铜钱进行交易的 就是我们的钱啊 我们的钱币进行交易的 那么这个钱从哪里来呢 他们全部是从中国获得的 嗯 差不多是两宋时期 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的中国的四大发明啊 这个火药的发明是在北宋 火药发明以后在中国有很大的需求量 但是呢 中国的硫磺原料材料并不多 中国的硫磺的原料材料 是从两个地方进口的 一个是日本 因为日本是个火山之国 还有一个就是琉球 那么我们这个航船贸易 从日本进口了大量的硫磺 然后这个船回去的时候 这个船呢 就用大量的铜钱压箱 所以日本的那个商品经济发展的有很多啊 是离不开中国的 离不开中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联仓和师丁时代 这个五家天下哈 他们拥有 他们有了那个权力的占有 有财力的雄厚 再有这个圣者为王 享受现实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就诞生了五家 五家豪主 豪主四号的那个文化 什么样的文化呢 这些这个五家啊 将军啊 大明啊 他们追求精致奢华的用品 这个非常推崇这个风雅文趣的那个 风雅文趣的那个时尚 那么对这个 这样的一种那个文化啊 四号文化诞生 那么他们就非常的那个 就是这个追捧中国的 来自中国的那个波莱坪 那么联仓士丁时代 那个唐武升行呢 有一些条件啊 我们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首先是大航海背景下的 中日海上交通线的行程 那么大家都知道 九世纪的时候 阿拉伯人这个掌握了 比较成熟的那个航海技术 开始在太平洋 印度洋之间啊 进行航行 那么其实这个时代呢 呃 宋代的那个航海技术 也是相当领先的 宋代的帝王航海术 指南针磁罗盘导航技术 加上对季风和海洋 潮汐规律的掌握 那么我们的这个航海 这个也非常发达 现在不是在讲海斯啊 路斯啊 这个是有相当的那个 就有这种条件的哈 所以呢 呃 在这个宋代 在那个印度洋 南海 包括就 就是东海这一边 这个航海 这个非常的成熟 呃 航海行为啊 也非常的频繁 那么 从那个宋代 呃 宋元和日本之间 这航行呢 开辟了一条非常成熟的 那个航道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地图哈 中日海上这个交通线 过去在那个宋代之前 就是在十二世纪 十三世纪之前 日本怎么到中国 日本基本上就是 最靠近这个我们大陆的 这个西南角的那个波多啊 长崎呃 穿过对马海峡 然后到了这个 朝鲜半岛的那个南部 沿着朝鲜半岛一直沿岸行驶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横渡到了中国的那个山洞 进入中国的 到了这个我们刚刚讲过的 各种条件具备的前提下 就是宋代吧 呃 宋元时期 呃 十二十三世纪 从近 从这个 波多 波多港出发 然后是直接 横渡 东海 横渡东海 直接到了我们这里的 那个 这里是那个 呃 宁波啊 就是四名宁波啊 庆园 就是宁波的名字 杭州 这里是应该是柳家港 还有这个 镇江啊 扬州这个地方 所以 这条线 呃 相当的成熟 从日本九州 到那个 九州 波多 出发 横渡东海 直达 呃 我们中国东部的港口啊 宁波 柳家港 扬州 镇江 等等这些地方 那么这个航线很成熟 另外呢 也不得不跟大家讲的 就是在 中日 这一条航线上 除了一般的海商 和这个 朝贡外交啊 就是官方的那个 那个航船 以外 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 日本僧侣 日本僧侣 有很大的激情 往返中日之间啊 这个因为这个时代 日本佛教进入了全盛的发展时期 那么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 我们不得不请大家关注的是 宋代以后啊 宋代以后 中国的这个官营和民间手工业 极其发展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那个巅峰时段 巅峰时的阶段啊 中国的这个织景啊 这个丝织景秀 清白瓷器 雕气裸点 金卷书画 这个基本上都达到了前五五人 后五来者的这样的一种高峰状态 那么这样这么精美的这个唐武 唐慧 为日本的权贵啊 僧侣和那个将军所倾倒 所以呢 获得追求啊 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精美的瓷器啊 这个这个漆气啊 是他们这个的一个目标 那么所以说呢 13世纪到清初的17世纪 是中国七起大规模输入日本的第二个高潮阶段 第三个我们再讲那个连仓士兵时期的这个唐武圣行 我们现在来追寻一下 唐武行踪 那么什么叫唐武 给大家说一下 来自中国的物品就叫做唐武 这是第一层含义 漆气叫唐武 这是第二层含义 雕漆 螺电漆 螺电漆气也叫唐武 就是说对日本人来说 啊这个广义的 狭义的这个唐武是混用的 古代都是这样啊 不像我们今天对用词用句这么严格啊 这么严格 这些东西都可以叫做唐武 那么在连仓 士丁时期 中国的七起 在那些将军 贵族和森李当中 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准备从这三个角度来讲 一个是武家与唐武七起 一个是寺院中的唐武七起 一个是饮茶风席与茶器相合 要冷 刚刚我们提到过 就是武家有政治权力 强大的政治权力 有比较丰厚的那个财力基础啊 有一种诞生了一种武家的嗜好 那么他们对那种精美的柏来品啊 非常昂贵的精美的宋代的宋元的那个唐武呢 就是疯狂的这个追捧 喜欢刁漆 从各种那个日本的那种文献当中啊 有文字记录的文献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 多多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记录流传下来 说是那些将军和大明必须拥有几件雕器 才能与武家大明的身份匹配 再给大家看一个 日本有一个这个这个 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这个仪式 叫做武家势力 就是那些将军家里面的摆设 是有讲究的 是有讲究的哈 举一个例子 这个足利异教将军 他的府邸啊 叫做士丁殿 士丁殿呢 有三个这个大的那个建筑 这个构成 一个叫南乡会所 一个是全殿会所 一个是新造会所 这个三栋这个建筑呢 一共有26个房间 26个室哈 这个一共摆设了一千余件物品 其中250件 都是唐无七夕 都是唐无七夕 在那些武家将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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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阶层当中 他们就盛行的叫武家势力 都必须要放这些 在哪里放呢 在那个在那个榻榻米 这个左右 在他们的书架上 在他们的平时的 这个花架的这个地方 都会放上这些 中国的那个那个七夕 还有呢 这个这些七夕呢 作为馈赠的礼品 他们把这些自己购到的 买到的这些东西呢 敬献给天皇 或者贵族之间 互相的那个馈赠 还有呢 我们也查到一个资料 就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 跟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完全是两个两回事 差不多1318年到1392年 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候呢 贵族之间这个流行的一种 博弈吧 赌博 什么旗啊 或者咱们中国是投壶啊 日本呢 叫投善 投善 然后这些 在这些博弈游戏当中 谁胜了这个 这个颁发的奖品 就是中国的雕七 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记录 比较有意思 还有我们说哈 就是主要是收藏 德川家康一爱物的 德川这个美术馆 在今天那个名古 他是专门有那个雕七收藏的 收藏了中国的漆七 179件 其中送人的雕七 达到123件 占70%左右 这些将军啊 这个狂热的 这个追捧中国的雕七 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哈 这个 石丁 连昌石丁时期 这个由什么样的 中国的 中国的漆七 这个传到日本 现在保留在日本 这一件呢 在日本的这个一些 这个保存当中啊 清单当中 图录当中呢 叫做曲伦文西皮盒子大盘 曲伦文 其实咱们中国就是叫 如意云文 如意云文 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南宋的这个漆七 这个它的盘境 就是下面那个盘 下面那个盘境是有31厘米 非常的大 上面那个盒是23厘米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 咱们中国的这件 漆七的那个 这个艺术表现哈 这个是个圆盘 有内圈和外圈 我们来看这个内圈哈 是两个正方形 呃 成45度交叠 然后每个正方形 其实呢 封成16小格 当中呢 四个呢 是一朵那个 是一朵花啊 唐草花 然后这个 再看那个外圈 外圈是八段连续的唐草文 整个的就是布满了 这种这个如意云文 这是一种那个 这种那个这个图案设计哈 就是直线和曲线 圆形和方形 呃 几何意想和那些 这个这个抽象哈 就成了呈现一个 非常强烈的对比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多得的 一个一个作品哈 我们来看它的那个 那个七层的刀法 这件东西七层是不厚的 啊 这个南宋的时候哈 七层还并不厚 但是光光泽非常丰富 从外面向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茶色珠色黄色 珠色黄色 有五层 有五层 那么这一件 嗯 刀横非常的稳健 柔软 是宋代西皮 雕气的一个绝品 在我们国内 啊 也不多见 这一件就是我们广告的时候啊 展示给大家的 这一件呢 呃 中国的这个叫剃红 但是呢 呃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剃红就是七一层一层上上到一定厚度以后 在这个厚厚的七层当中进行雕刻 在中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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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公益的语境当中 我们是有叫堆柱的 这个堆柱呢 呃 不是七一层一层上 而是七灰和七混在一起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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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铺盏以后 呃 铺盏以后进行雕的 所以呢 用现在比较能够理解的这个语言来说 是山寨版的这个剃红啊 就不一样的 这个日本呢 把它全部都叫做堆柱 咱们中国就应该叫做剃红吧 这一件呢 是堆柱屈伦文长盘啊 这个屈伦文也就是那个如意云文 嗯 它的那个几何式的如意云文 这个四菱形的唐草文的对称 非常布局 呃 是一个对称性的布局 中国的那个图案的那个设计啊 这个对称是咱们中华的一个 一个一个美学的啊 审美的一个主体意识 然后呢 这个七层大家都能感受到了 七层肥厚 这个七色光润啊 它的背面 背面有这些字 有这些字 叫做这个 贾书 三菊蚊堆中石龙啊 石龙就是一个和这种和上下这个扣合 这种形质也比较罕见 呃 明明代的宣德年 这个 这个制的 那么图案设计呢 它通体布满了牡丹和菊花 呃 上下扣合是一样的啊 形质非常罕见 还有一个左手 非常漂亮 呃 还有一件 这个是牡丹 牡丹尾长鸟文 红花绿叶宴香 这是一个三件套啊 三件套 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就叫做呃 红花绿叶这样的一种那个 那个 题材 嗯 当中的一个牡丹 然后呢 两个长尾鸟啊 这个围绕着牡丹 也是那个明代 也是明代所致 那么以上几件呢 都是那个德川 明古屋的德川 这个美食馆 收藏的这个 中国的漆器 刚刚我们讲了雕器 现在我们在讲这个 罗电漆器在日本啊 罗电漆器同样备受日本人的欢迎 目前在日本的各大国立博物馆 私人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当中 都有大量的收藏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件 作为日本的重要文化材啊 保留在这个收藏在日本 这个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这样一件东西 这个呢 叫罗电龙波涛纹零花盘 它的特色在哪里呢 是非常的大 它的盘境达到了33厘米 33厘米 这个是一个薄的贝罗点 薄的贝罗点 它的这个结构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 当中一个五爪龙 这个这个头是左侧的 左侧的五爪龙 然后呢 是浮山受海 有火焰 有云纹 这个这样的一种购度 典型的这个元代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它有一些看点是哪里呢 它的背色非常丰富 背色非常丰富 这个这个颜色从粉红的到白色的到青色到绿色到紫色啊 这个背色非常的丰富 然后散现出一种这个光 这个奇妙的那种光彩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间 这个收藏在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这样的一间 罗点器 叫做流水寝罗点盒子 罗点盒子是民宗器的一个东西 它的造型比较奇怪 特别的大 这个直径达到42.3 差不多有半米 然后它的高度只有7.7 好像是有意被压低 有极度向周围挤压开来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这个它的这个图案呢 是在一个小池边 这个柳树下 有一些这个游艺的那个水寝啊 在慢慢的这个这个 这个失踪在游荡着 那么这一间呢 这个是原来是一个一个团体啊 这个这个捐赠给那个京都 京都国立的 我这里写错了 应该是京都国立博物馆 好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件 在日本这个疯狂追捧奇奇的事情 就是说在士兵时代的大明 大明就相当于咱们中国战国时代的诸侯吧 啊 诸侯就是他们发展了一块地方 然后这块地方相当的高度自治啊 高度自治 这个呢 这个最 而且是以武力啊 以武家来这个来支配这个地方的 这个叫大明 那么在士兵时代的大明和贵族 对于中国的存心奇奇 掀起了一股狂澜 啊 这个 以一股存心奇奇为人生的满足啊 这是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哈 那么据说 千利修 千利修就是日本那个李千家 这个茶道的创始人啊 这个在日本政治社会和文化 文化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 据说 这样一位这个著名的这个茶道家 一生见到的存心奇奇 也就只有三件 所以呢 引得很多的这个大明啊 诸侯啊 争相这个构藏 这个存心奇奇 那么存心奇奇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存心这两个字 这两个名在我们中国的 所有的有文字记录的 这个古经文献当中 或者是公益的这个记录当中 从来没有见到过 有这样的一种叫法的 那个这个 七公益的叫法 这很奇怪 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存心 这样的一个名存的奇奇啊 这个 只有日本 这个 怎么说呢 杜撰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那么存心奇奇 究竟是什么呢 说的很简单 在中国就叫做田七成经啊 就叫做田七成经 这是 这是明代的一种 这个 七公益的记法 就是 现刻轮廓 然后呢 然后呢 内田采七 或者金箔的一种工益 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 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这个 云隆文存心 轮花石龙 啊 长这个样子 他是明代万里年间的 有十六瓣的花的一个石龙 他的气盖上 啊 是 他是一个这个金箔的哈 气盖上是中央一条 五爪 有五爪 这个游龙 周围四龙环绕 周围呢 散配着云纹 火焰和宝珠 那么他的侧面的那个花瓣区域 有龙 有云 有蝙蝠啊 在这个气盖的侧面 有循环仿佛的那个 虚米山和波浪 这是一件哈 再给大家介绍一件 这个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个 龙存心盒子 啊 这个就是田采 这个就是田采盒子哈 明代这个天气归害年制 啊 龙海年制 大家如果这个有时间的话 这个旁边的 这个这一次的那个千文万化展里面 这样的一种存心气气啊 就是明代的天气 差不多有四件 我们已经可以跟这个 日本的那个时代的 世丁时代的大名们 已经可以相比见了 他们一生如果见到一件 已经人生之满足 我们可以看到三四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就是 连昌世丁时代哈 寺院中的这个堂物七七 为了发展日本的佛教 事实上从随堂以后 各个时代都有日僧啊 日本的僧侣到中国的 宁山宁寺来学佛修行 还邀请中国的名僧到日本啊 到日本来见识创业啊 传授那个佛教佛义 那么宋元时期啊 无疑是一个高峰啊 所以说我们寻踪中国七七啊 这个来到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轨迹 以四月为线索 可以搜寻到很多中国七七的那个终印 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著名的这个 这个连昌的元爵士 元爵士呢 在连昌哈 他的开主者事实上是那个南宋的移民 徐子元 在日本把他尊称为佛光博师啊 佛光博师 他是1279年 就是南宋灭的那一年啊 这个来到了这个流亡到日本 然后呢行指到了连昌以后 他就不走了 不走了 在那个地方呢 他就建立了元爵士 各种文献啊 日本的文献资料啊 记载 说他到这个日本的时候呢 带了这个四件七七 四件七七 牡丹孔雀堆珠盒子 春尾长鸟堆黑盒子 春竹梅文堆珠盘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一件啊 堆黑最温情文盘 是这个四件都是作为日本的那个重要文化材 这件这个堆黑的那个盘子啊 这个制作下线是1279年 那肯定是的 这个时候他已经带到了那个日本了 他的那个直径啊 有三十一 它是一个替黑 替黑的作品 两圈啊 外圈和内圈 外圈呢 布满了花朵和叶片啊 菊花梅花 他的内圈是一个文学题材的画稿 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个 这里呃 在隐蔽上呃 有一个有文字的 这个文字就是追风亭记啊 大家知道追风亭记 这个欧阳修 北宋欧阳修的作品 那么可能在一百年不到的时间里面 在这个整个社会已经非常的传播流行传送啊 所以已经流传到那个这个七座房里头 把这个七座房呢 也把这个追风亭记作为了一个表现的题材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那么整个的这一件东西呢 它是那个替黑 然后它的地层是那个暗红的啊 这个我们都能够看得见 说到这个佛寺里的堂物啊 那么关于这个放这个佛教 这个佛经啊 这个还有法器的这样的一些收纳箱 呃是不得不提到的 呃 佛教经卷 这个收纳箱和到了宋元以后呢 就是七字的金箱非常流行 而日本的寺院几乎在同时就得到了这样的一种金箱 那么现在啊 这个非常明确的 这个在奈良国立博物馆 九州国立博物馆和室院寺啊 等地啊 保保存了这个元代延幼二年 也就是1315年杭州字的一种呛金的景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件呢 是 是收藏在奈良国立博物馆的 也是日本的那个重要文化材 呃 他的制作年代就是元代的延幼二年 这个木胎啊 是整体是木胎 然后这个是银扣啊 银扣 就是他的那个 这个几个边啊 路顶 这些全部都是银包的 包银的 呃 有金箔有螺垫啊 这个里面呢 收纳着这个一切金 这样的一个佛教的金卷 还有一件比较这个著名的 就是九州国立博物馆的 这个孔雀呛金金箱 他的制作年代也是元有 这个元代的延幼二年 这个他有呛金有成金啊 这一件特别要注意 这个日本 日本的那个漆器 这个呛金啊 这个成金这样的一种工艺 这个在很大村子上 都市程度上 受这一件这个金箱的影响 非常大 所以说九州的这一件 孔雀呛金金箱 不仅仅限于佛教金卷的 这个收藏箱子 更有七工艺教科书的意义 在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 工艺传播史上 都有华时代意义的 一件这个工艺品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另一种这个漆器哈 非常小 非常小的一种漆器 漆核 这个漆核在日本 是有特别的文化意义的 那么它跟饮茶 有非常紧密的这个结合 第三我们讲一下 这个饮茶风席和茶器相合 日本有一个僧侣叫荣熙 他在这个我们浙江的那个寺院啊 学习修行 然后回国的时候呢 就把禅宗和饮茶 这个输入到日本 这个据说茶的种子 就是由它带到日本 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推广种植的 那么日本的茶道的源头 事实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禅宗世界里面的饮茶 不是出于解渴的物质性的需求 而是精神性的 性情的陶冶和修炼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出现在茶室里的每一样东西 都有文化上的特别的意义 体现着这个对禅宗的理解 对人生的感悟 对自然的体验和对文化的认识 那么在比较高级的茶室里头 那么是一定要非常高级的 昂贵的 国来品的中国的糖物 糖汇 来这个使用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例子 一个典型 一个场景 高台寺是京都 京都就是那个清水寺旁边 这个在紫园的那个附近 高台寺的草安丰的茶室的内景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茶室的内景 两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叫做床之间 就是这个床之间 床之间的东西不多 非常简朴 一定要有一个挂轴 这个挂轴呢 就是山水画或者是书画 这些东西一定要是这个中国的 中国的书画 那么日本呢 叫做唐绘 唐就是唐朝的 唐绘就是绘画的绘 然后在它的一个角落 一定会有一个花瓶 花瓶里面一定会插画 或者这个绿化 这个植物 一定是印着四季的 一定要印和四季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插画 这里大家看到 这里一个小小的东西 就是香荷 茶道的时候 一定会有这个 这个熏香 这样的一种行为啊 这样的一种行为 那么我们来看这一边 这一边呢 叫做广间的那个七茶厨 这个是风炉啊 这是点火烧火的 上面是个铁壶 大家都知道 这个最前面的这一件 这一件呢 这个日语叫做 建水 其实我们就叫做水缸吧 日语叫建水 是洗茶碗 这个倒倾倒水的 这样的一个成物 这里一个瓶呢 我们把它叫做 茶池瓶 就是把那个 这个 这个茶叶茶末啊 这个去茶叶茶末的 茶池 那么放在这个瓶里面 这一个呢 叫做水纸 日语叫做水纸 其实就是我们放清水的啊 水罐啊 水缸都可以说 这个呢 是燕灰 就是 这个熏香以后啊 这个 这个整理 这个烟 香灰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个呢 就是茶室 那么 在茶室里面的 每一件东西哈 这个基本上 都是要用这个 糖物啊 糖汇来装点 这是日本茶 饮茶风席啊 配合着饮茶风席的 一种 这个社会风赏 那么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 看一下哈 在日本大量 收藏的是什么呢 咱们中国叫做 七元和 七元和 在中国的话 基本上就是 女性的装盒啊 里面放那个 胭脂花粉啊 放那些 放那些东西的 那么这些东西 是被日本的 僧侣 这个怀揣着 带到日本的 那么那些僧侣干什么 肯定不会放 这种化妆性的东西 他们就把它放在了 就是 在寺院活动 和茶室活动里面 就把它作为香盒 这个茶露 茶露就是放日本这个 抹茶茶粉的 抹茶粉的这个茶盒 药笼啊 就是有一些药 这些七元和呢 直径都在6厘米到13厘米之间 大家可以守自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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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一下啊 非常小 那么这样的一些 叫做 盒子 叫香盒 在日本有非常多的 这个 今天啊 有非常多的那个收藏 我们给大家看一件 嗯 第17个例子吧 收藏在东京 艺术大学美术馆的 一个叫 堆黑 屈伦文盒子 堆黑 就是 替黑啊 屈伦文 就是那个 呃 如意云文 这个 漆层已经很厚了啊 这个是 漆层已经非常厚 然后满体 这个上下盒盖啊 满体都是这个 屈伦文 嗯 再给大家看一件 堆株 智子文 相合 这个 庚晶美术馆 在东京的 庚晶美术馆的 嗯 非常漂亮的 一个 这个 这个 智子文啊 这个有一种 这个浮雕感 透雕感 嗯 就是当中这一件 嗯 庚晶美术馆的 这一件啊 这个 罗电 花龙图相合 就是 这个盒盖上 就是一个花篮啊 花篮 这个全是用 那个 薄罗 薄罗片啊 这个 这个 制作 非常的 这个圆雕感 不是 非常的 那个 那个 精致啊 玲珑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一组呢 是 四个 呃 祥和 左上这一件 呃 雕彩漆 呃 零和镜 祥和 这是一个 人物体材的 一个 一个表现 一个艺术表现 这种状态呢 这种东西呢 田漆 田彩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日本人号称 纯新的 一种器器 呃 右上 右上是 这个堆黑 这个曲纹纹的 祥和 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中国特别多 啊 中国特别多 呃 花纹非常简洁啊 其成很废厚 下面这一件 是一个 佛教题材的 布袋和尚啊 是个方的 方形的祥和 叫堆珠 这个布袋祥和 这一件呢 有好几层啊 一二三 三层 三层 然后加一个盖 是堆珠 花鸟 文 虫 祥和 这四件都是收藏在 庚晶 美术馆的 这个 这个 以香河 这个茶鹿和药笼啊 这个图画呢 这个 以花鸟 鱼虫居多 还有那些 小孩子啊 志童 和隐士 闲事 比较多啊 雕七 螺殿啊 这个田鸡 这个 渐渐 精彩 意趣 盎然 我们再给大家看四件啊 这个 桌上的 这个呢 这个叫堆珠 麻叶文香河 这个其实也是 纯新的一种 这个 记忆手法啊 这个 全部就是 这个像 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地很漂亮 麻叶文香河 右面那个 是那个堆珠的 就提红的 牡丹文香河 堆珠 七轮文香河 和那个 罗电香河 这个 你们去看 那个 咱们今天 这个上海 这个上博的 那个清文文化展 也很多的 这个 这种香河 我大概 粗粗的统计一下 有三十件左右 这个 尤其可见 这种小香河啊 在 宋元 明 这样 或者宋元明清吧 这种香河的 这个 制作量 制造量 使用量 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在日本 也有很多的收藏 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讲到的 都是 在日本的 中国漆漆 这些漆漆 都是传世品 我们文物呢 还有一个来源 就是出土品 就是出土品 不是这个 面世的 在这个 光天化日之下 一代一代 传承下来 而是 偶然的机会 或者有目的的 发掘 探险 这个调查 发现的 这个呢 叫出土品 最早关注到 中国漆漆 地下出土的 是日本人 这个可能在座的 有些朋友会知道 那就是在 朝鲜半岛的 那个 热浪郡 平壤附近的 这个热浪 古墓群遗址 在 1909年 这个 由日本 这个东京帝国大学的 那个建筑系的 副教授 叫 关野针 他们进行这个 那个 因为那个时代 正好是 朝鲜是 日本的殖民地 他们带着一种 这个探险 调查 这样的一种墓地 然后进行了一些 考古发掘 发现了 这个上千件 上千座 我们汉代的 这个墓葬 汉代的墓葬 这个历史事实 比较 繁多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这个就不细讲了 总而言之 这里的那个 汉墓 出土的是我们 汉代的东西 那么 在这个 乐浪郡出土当中呢 有几个关键性的人物 这个关野 就我刚刚讲过了 小厂 横基 也是东京大学 这个 东京帝国大学 这个考古系的一个 本来是个年轻人 他在他的手里 有几件非常重要的 那个 这个文物的出土 那么还有著名的 这个 原田 原田疏人 梅远莫志 都有研究 都有研究 这些那个木匠呢 这个在今天那个 朝鲜的 那个 真伯里 石岩里 南京里 这个 这些 地名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 这个 看一件 就是 勒浪 汉墓 南京里 第116号 汉墓出土的 那个 彩切链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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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呢 现在这一件 据说在 这个原来应该是在朝鲜博物馆里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在热浪浪汉墓出土的另外一件王须墓出土的 现在保存在这个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考古学研究室这样的一个色漆文的那个棋盘 大家看到这个漆色如新啊 这个 这么漂亮 经过了这个两千多年 还是这么美丽 这个就是七叶的这个这个伟大所在 七叶其实它的寿命期 经过七层的保护以后 它的寿命可以超过万年 它并不比这个 精盈 金石 非常的坚固牢固 其实有了七叶的那个保护以后 很多东西也就是那个能够长存了 这个就是七叶的一个一个功能所在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件 这个是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 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西汉的那个这个七叶组合 我们见多了 因为中国的很多博物馆都会有啊 一个长年里面放了各种感的小的那个 那个那个这个小盒子啊 小盒子 那么这个呢也是木胎卷制啊 彩绘还有这个当中可以看到的那个 在日本的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宋元明清时代 他们日本的那个 连仓和那个 石钉时代 这个对中国七七的一种崇拜啊 收购啊 使用啊等等这样些情况 现在呢 我们这个 我们刚刚刚讲过 在盘点咱们中国的那个这个精美七七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还有哪些这个精美的东西是在海外的 我们中国人要有所了解啊 中国学界应该有所了解 现在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中华七七在日本的收藏情况 简单的就列了这样的一个表 日本呢 有四大国立博物馆 那就是东京国立博物馆 京都国立博物馆 奈良国立博物馆 和那个九州国立博物馆 其中这个东京国立呢 中国的七七是最多的 这个九州应该是 几十件吧 这是一个 一个资源 一个资源库 日本呢 还有更多的私立博物馆 私立博物馆 那么集中收藏中国七七的是这样的一些 东京的庚晶美术馆 东京的舞蹈美术馆 东京的松涛美术馆 东京的初光美术馆 名古屋的德川美术馆 大阪的藤田美术馆 还有港山林园美术馆 然后我们跟大家强调过的就是 寺院日本佛教的发展和中国文化 这个中文化交流之间的一个 一个前提吧 所以在很多寺院当中也有很多中国的七七 神奈川 神奈川的那个莲昌圆爵寺 奈良的唐昭提寺 还有这个爱之县的这个郑秀寺等等 还有呢 就是大学 这个东京大学 东京艺术大学 也收藏的出品比较多 还有就是那个个人藏家 日本呢 这个是很早就接触和利用企业 制作七七的民族 对于中华七七的鉴赏和领悟独有心得 特别是七世纪以来 对中华七七的叹服 崇拜 珍藏和守护 历千余年不变 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 这个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文化财 得到了这个日本的国家层面的立法保护 传载拨来的中华七七 广受日本民众珍爱的同时 也受到文化财保护的专业人员的高度重视和呵护 那么我们也了解了这个七七在日本的一些情况 七七作为中华物质文明的载体 中华文化的缩影 远渡重阳扎根抑郁 在世界物质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上出演了一场优美的大戏 还是回到刚刚的原点 这个七叶的最早发现和利用是我们中国 七七的最早发明是我们中国 我们一路走来这个两千多年 两千多年是后面 如果算上前面新世纪时代的话 我们应该有这个六七千年的 七八千年的这个七七的发展历史 在中国中华 在七七这样的一个物质文化的那个 这个造物这个文明当中 我们是建立了这个非常伟大的那个功绩的 但是在今天呢 我们中华七七在国际上的话语前 好像是这个比较微弱的 所以说呢 振兴中华七七 是我们学者的使命 是工匠的使命 也是我们社会大众的使命 今天的那个东营寻宗唐乌七七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敬听 非常感谢 咱们是一个互动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吕老师吗 吕老师您好 非常感谢 这个请的介绍 非常过于 然后呢 您有一个问题想 接这个题我请教一下 您对日本七七 自己导藏形状的了解来看的话 就是您觉得日本 他们在保护气息方面 或者修护气息方面 有很多的经验 就是我看到您 从来展出的几个出户品 好像它的保存的状态 非常好 不像我们国内是 还是出户的 经过水泡 全部进行脱水 好像上网展厅里面脱水器 和那种肥油脱水器 最后的光泽和它的色彩 是完全不同的 想听听您有什么样的 谢谢 谢谢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 七七有一个最大的不利点 就是没法保存 其实在中国 各大博物馆 各中小博物馆 他们拥有七七的人家 真的不少 但是我们 像这一次 这种七七的盛宴 一下子能够看到 两百多件的机会 还真的不多 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做这个文物博物馆的这个研究的这个这个专业人员 我们知道他们最大的苦衷就是没有办法拿在这种这个空气里面 所以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可以给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康熙帝 这个清代的康熙帝 康熙帝他是不太喜欢七七的 因为他这个这个亲人在这个北京啊 这个定都以后啊 立国以后 那么这个有那么多的这个工程啊 这个服务商啊 什么样的人啊 给他进献东西吧 进献东西 南方的这些人就给他进献七七 康熙说 这个以后这个七七就不要来了 因为七七在南方可以 因为你们南方水多 北方是比较干燥的 这个一到北方马上就起窍了 马上就变形了 所以他不喜欢七七 那么所以说呢 七七来说 这个保护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七七的研究 应该联合好几方面啊 一个是历史的 工艺的 美术的 还有就是一个文保界的啊 科技界的一个 一个联合起来的一个工作 综合性的工作 那么讲到日本的七七呢 保护呢 这一点日本是做得非常好 我刚刚在结语的时候 特别讲到明治以后 他们有一个国家立法啊 这个对所有的 文化财 这个文化 这个对那个文化遗产的保护 要点个赞 郑昌苑是怎么做的 郑昌苑的建立 差不多就是756年 就是那个天平 就是那个天平时代的那个圣母皇天皇 死的那一年 然后就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个宝物仓库 然后他是宝物 专门为宝物制作了一种叫做铜木箱 铜木箱全部都是这个这个孙茂结构 扣合好的里面的那个温度和湿度都是有一定保证的 这是在七百多年 就是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 日本的那些僧侣们为了保护这些东西啊 保护这些东西所做的一些这个这个努力 然后一千三百年来这样的传承下来 所以他们的东西能够保护的那么好 到了这个明治维新以后 这个郑昌苑就成为那个地市的那个博物馆吧 后来就收为这个国家博物馆 这个日本社会就马上就去那个定制了那个日本的木材 日本的那种 不是德国的木材 德国的箱子 然后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文物吧 一件一件的这个这个这个就是搬入到 更好的这个这个能够保护在这种状态里面 然后呢他们基本上是这样的 日本的那个郑昌苑 每年都要轮番的对这样的一些保护进行清点 这个擦拭和那个保护 所以一千三百年来这样一件一件东西都保护下来 这是一个哈 就是本来完好的东西如何来呵护它保护它 专业型的保护这点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 还是讲日本这个这个出土的这样的一些气气 出土的气气有非常完好的如何保存 这个我们暂且不说 出土的气气 出土以后 它的 呃 七层和内台和七层已经完全分离了 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办 没有放弃 呃 所以说就就是1909年就是他们发现了 就是发掘了这个热浪郡的那个汉木以后 马上就邀请到日本七座的第一人叫做松田全六吧 呃 把他邀请到这个东京艺术大学 所以东京艺术大学的工艺科呃就专门有这个奇迹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当时有很多记录 对于那些已经七皮和内台已经完全脱离的东西 他们把两层七皮 好好的收集下来保存下来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内台 自己重新用同样的那个木质 木材 重新做了一个 然后两层七皮 就像拼那个puzzle就是像拼图一样 一个一个把它拼好 怎么当中怎么填漆灰啊 怎么念上去啊 这样做下来 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一个 就是乌克兰的 乌克兰的一个 斯泰基贵族墓地里面的这个汉代奇盒 是哪一年我有点忘记了 应该是08年前后 是乌克兰委托这个 委托是奈良博物馆 还是京都博物馆 来做这个 来做修复的 现在我们它是花了三年时间修复 当时的话 这个所有的外面的漆皮和当中的这个 这个这个全部都已经剥落下来 然后呢 是有他们的那个这个工艺师啊 这些那个这个文宝专家 自己做了一个木片 做了一个盒子的合身 然后把这些漆片 这个再附作上去 最后一个完整品 这件东西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漆代奇盒的保护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这个简洁 短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名字就叫做这个汉代奇的那个保护 与修复 所以说就是在日本的话 就是这个保护的话 就是个性化保护 这个完整的奇是要怎么样的 呵护它保护它 这个已经残片的奇应该怎么样 呵护它保护它 这个都做的就是有应对性啊 不知道我的解答满意不满意 博老师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您今天不介绍杨卫菲的那个琵琶 第二个问题是 国内的庞代奇器 现在有疑传的情况是怎么样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这位朋友非常这个单刀之路 我刚刚特别强调了 是郑昌苑原汁原味的堂物 对不对 这个为什么要讲原汁原物 我刚刚以那个苹果店的那个这个铜镜 给大家讲了这个铜镜 白铜的这个配笔啊 有没有其他的元素啊 它的工艺怎么样啊等等啊 刚刚这位朋友肯定对郑昌苑非常熟悉 他的这个这个收藏 就是叫什么来着 这个紫檀这个螺点琵琶是吧 这个东西是不是唐代做的 因为现在没有非常确切的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件同期这样的 科学这个检测的那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证明是我们的唐代的物 而这个你说的唐那个杨贵妃的那个琵琶 这个这个这个紫檀螺点五弦琵琶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这个西域的这个历史啊 对吧 也有那些金银薄片的 这个东西现在是一个争议 因为从结论性来说哈 这个我自己不能保证 我不是专家 但是从结论上来说 这件东西很可能是三个国家的工匠在日本制作的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当中 我们是讲来找真正的唐物 而不是唐样 在日本的话 就是说真正的唐代的东西叫唐物 而他们仿造咱们唐代的东西制作的 一看很像是唐代东西的 他们有专门的名字 在这个国家增保障里面是说了叫唐样 样就是样子的样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好谢谢 国内唐代有这个比如说那个铜镜吧 这个国博有 还有其他的 因为我们这个唐木 唐木出土的这个唐代的东西非常的多 所以是数不胜数 数不胜数还是非常的多 但我们都是出土品 我明白这位朋友的这个这个这个提问的意图 就是说我们这种唐代一直下来的传世品有多少的问题 传世品真的很少 唐情现在 唐情的话到底有什么样的唐情 我们现在还在等待着这个科技的那个检测吧 我们才能我们才能够断论断 这个是这个唐代这个穿下来的 古琴等等 好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员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日本对于来自中国的这个七七的所有的公益 都是照单全受来者不拒的还是说他在审美方面与中国大陆有所回合 还有就是日本在之后自己的发展到中有一些怎么样独特的这个发展 谢谢 这个问题非常的大 而且我是做这个学术研究的 我不是做工艺研究的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但是呢 这个我可以谈一下我的那个心得 这个刚刚的结尾我也说了 日本人这个 我为什么这个讲座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说 都说这个日本的七七肯定是学中国的 这个肯定没错 但是在他们这个神文时代 他们是有这个七七制作的 我开中明年给大家讲的第一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例子都是他们日本自己的 而且是明显的日本土著文化的 就是日本土著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日本人使用七七 做七七也是有很悠久的历史 虽然这个日本的这个七数一定不是原生的 这个已经是一个结论了 但是呢 到了日本的这个早期的这个七七的发展 它是有限 它是有那个局限性的 它很难这个这个冲破啊 冲破一个一个一个界限 突破一个墙壁 这一方面这个我们的那个战国秦汉 我们的那个七七的这个制作 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峰 但是呢 在七世纪以后 就是那个天平以后啊 这个中国的唐代的这个七七 和这个宋元以后的七七 这个到了日本以后 事实上在随唐以后 我这边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讲到那个前唐使的时候 前唐使是六百零七年 日本很热心要学习中国 但是呢 安史自乱以后 中国的唐朝非常的非常的那个这个内乱 然后呢 日本的前唐使立即把这样的一个中国大陆内乱的一个情况 向日本的那个天皇 向日本的贵族汇报了 所以呢 到了八百九十几年 他们就断然的就是废止了前唐使的派遣 他说我们不学了 然后呢 自己就慢慢的就是消化 以前学习到中国唐代的那样的一些 这个灿烂的文明 然后日本的那个呃 七七的发展 其实也很努力 他们也很努力 也很这个这个很有建树 事实上在那个呃 法龙寺 法龙寺有一种叫御虫子的这样的一个七七 是日本自己弄的啊 已经相当的相当的不错 所以他们就顺着这样的一个势头 事实上从那个从那个天平时代开始 一直到平安时代 就是我们的北宋之前 这一段日本的那个七七的发展 也是有很好的发展 然后呢 他有非常成熟的制度 那么到了这个平安时代以后 平安时代以后 日本的七七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好 特别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呃 金银平脱以后 我们中国的这个这个金银平脱 这样的一种装饰技术呢 只是把那个金银片啊 金或者银打成一个金薄片 银薄片或者是金薄 就是非常非常薄的那层纸贴在上面 但是我们中国没有发展到金粉 日本就发展成那种粗的金粉和薄的金粉和细腻的金粉 这个在日本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举世文明的一种七公益 叫做实惠 这个实惠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这个赶上它们 这个是日本其实在在后代 在后世几个阶段 它的七公益的发展是非常的这个出色的 差不多这样子一点吧 谢谢 谢谢吕老师的讲座 我想我相信大家在听讲座的过程中 应该跟我们这个千万万华中国历代奇迹艺术展中 很多展品有着对应和联想 相信大家听了讲座再去看展览会有别样的收获 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吕老师 谢谢